菊花鸡丝 选料有水发香菇 五十克 鸡脯肉二百克 鲜白菊花五十克 麻油五克 鸡蛋清适量 白糖五克 精盐五克 味精一克 干淀粉八克 做这道菜的时候 将剔去筋膜的鸡脯肉洗干净 然后片成片 切成丝 鸡蛋清适量 将切好的鸡丝放入水中浸泡 将水发香菇去地切丝 将蛋清打入耳内 用筷子拌匀 加入干淀粉 拌匀 将鸡丝挤去水分放进碗里 加入麻油 拌匀 另取小碗 放盐 糖 味精 汉 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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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湧 汤 汤 将熟猪油放到炒锅中烧到三成热时 下入鸡丝滑熟 倒入漏勺内将油沥浸 锅内留底油倒入芡汁随即下入鸡丝香菇丝 最后放入修改好的菊花瓣 淋入明油 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素雅大方甜咸可口 水 翻�ır 鸡丝 鸡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